哈囉大家 歡迎回來 今天是好久不見的四川開箱 然後我自己想說趕在他們 到11月12的關棍節活動 特價結束之前來發個片 然後幫大家做一下秋冬導購 今天我會在 穿衣服給大家看的時候順便放 原價在影片上面 這樣你們比較方便同時邊看邊決定 到底值不值得買 然後我放的會是原價 我下面會再放一個折扣嘛 你們可以用了之後 打85折 然後我不會有反例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使用 在開箱之前 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們說 我今天總共試穿了20件衣服 然後我在挑他們這次衣服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們為什麼有一個 新的分類叫做Shein Premium 就是 比較高級的感覺 因為他們照片已經不是在那種 白人大奶妹 就跟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比較的那種 他們就是改走一個 就是這個Premium 他們就走一個好像 ZARA那種很有質感的風格 然後有些還有點韓系的感覺 所以在這20件裡面 我總共挑了13件Premium的系列 然後因為我想說 他既然都說Premium了 我一定要幫大家試一下吧 然後定價差不多都在600到800 也不真的到很貴 我覺得是比一般的 韓貨跟ZARA價格低蠻多 然後也沒有真的比普通的新衣貴多少 所以我就覺得既然都是Premium 然後價格也沒有高很多 那我當然要挑這個啊 所以我想說那我來測試看看 材質有沒有打趴 韓貨跟ZARA 然後如果有的話 就真的太爽 直接挖到寶吧 好 反正 重要的話 到現在講完了 你們想看我心得的話 到底值不值得買 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第一套 以運動套裝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 算是一個專家吧 沒有 就是真的很愛收集棉褲 的那種人 然後他的這個是一個偏專橘色 所以我顏色的話 我直接給他一個 假上上可以吧 我收到這套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Premium 但他根本不是 這套裝上去完全不會刺 然後是舒服的那種 這個價格可能外面 你只能買到一件棉褲 但這邊可以直接有一整套 所以我覺得這套 如果以這個價格來說 可以伴隨我這整個冬天的話 其實就已經很划算 就很夠了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運動套裝 然後你不想要花大錢 你可以買這套 接下來這套套裝 他是在官網的照片 是裡面完全沒有搭任何東西 但我發現他這個開口的大小 是如果你穿內衣的話 你一定會露出來 所以我全程都要抓著 怕自己走光 如果覺得上面是加一個釦子 或是如果你裡面 加一個平口背心 其實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就版型來說的話 我覺得褲子其實比我預期的好 超多的耶 他下擺褲管機的量是蠻剛好的 所以你隨便配一個白鞋 就會很好看 然後他有點像麻的那種偏薄的材質 秋天 但是不會刺 整體來說是好看的 但就是看你要不要 不穿內衣 或是加一個釦子 或是你再搭一個小背心在裡面 好的這個 這個袖子想必就是一個更流行的款式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有點太浮誇太大了 感覺如果本身肩膀就比較寬 比較在意自己肩膀寬的人 再穿這個 就是感覺是那種可以進宮廷的那種大便肩了耶 就是他其實是像一個衛衣 然後有一個很巨大的袖子 然後這款的材質是舒服的 只是就是真的很不實穿 如果真的有到很愛這個流行的話 你再買 接下來這件喇叭褲 我整個愛抱 它是那種舒服的西裝褲材質 是有彈性的那種 就是好像飄飄的那種感覺 但不是那種厚的 可是這個缺點就是 它超級無敵西毛毛的 然後版型的話 穿上去顯腿長 你們看到了嗎 然後又讓屁股 感覺就是是好看的 然後我本身是腰 就是特別細的那種 抱歉 感覺會被罵來講這種話 然後這件XS的話 屁股跟大腿那邊是 蠻合我身的 但是腰圍對我來說實在太寬了 所以褲頭你們看到那邊 會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是因為整件 就是很舒服 然後看起來也 就感覺你身材很好 所以我其實不太建議 就是這件我自己再去把褲頭 改成是合我的腰的 所以我自己 推 推爆 接下來我換配這件上衣 它上面寫說是毛衣啦 但我覺得它頂多算是薄長袖吧 版型是可愛的 然後袖子就是也蠻可愛的 但就是沒有真的特別到 讓我覺得你CP值很高 我覺得我要推爆你 因為它也不是那種很柔柔的材質 是那種線感比較重的那種粗紋 你們懂我意思嗎 同學們快 讓我聽到你的尖叫聲 這個上衣跟褲子都給我買起來 我先換下一件西裝褲好了 再一起來講評這個襯衫 好這個襯衫我跟你說 它的細節有夠多 它跟上面那一件我說那個很像寶長袖 那個白白都是褲子 這個真的是值得被推爆 突然很抬 但是你們看 那個小莉玲 它是有一種復古感 然後它的袖子就是有一個 有特色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那種很浮誇很不實穿 然後它的材質也是舒服的 600塊可以買到這種 我真的覺得很猛 就如果含貨或是ZARA在賣 這類型衣服的話 我覺得定價至少會1000 然後這種白色衫就真的超級百搭的啊 好接下來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西裝褲我真的也是沒辦法 因為 就雖然我很喜歡它的顏色跟那個格紋 就是蠻復古的 但是它的版型我真的覺得就是還好 就是一般的直筒西裝褲吧 再加上我已經買了最小號 然後你們看就真的還是很寬 細皮帶可能可以 可是我本身就是不愛細皮帶的那種人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下半身有肉一點的人 穿起來才會夠挺夠好看 然後接下來這裙子是我自己的 我純粹想要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襯衫真的不管搭什麼都很好看 然後接下來這件我純粹就是想測試看看 它PREMIUM的素眠T穿起來是怎麼樣 我覺得以300塊來說的話 長袖這樣算蠻棒的 就是很基本啊 然後版型跟材質都在水準以上 我給它過關 然後這個褲子是我自己的 就是上次在自家哥買的 你們想知道的話可以去看那部影片 接下來我要換這個黃色的襯衫 它就有點絲綢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收到的時候想說 我為什麼會挑這個顏色 就很不像我會選的那種風格 後來我回去看它官網的照片 他們真的搭米色褲子 其實真的比我搭黑色褲子好看我覺得 然後這件的話我覺得是一種 你知道徐睿智的感覺 材質的話沒什麼可以挑剔的 版型跟細節師也都做得蠻好 但我就覺得太不我了吧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到太瘋狂 但不是它不好看或哪裡不好 來來各位同學 這件衣服也需要尖叫聲 你們可以看到我穿這件衣服的時候 激發出非常多的創意舞步 就知道我穿上這件實在是太開心了 我覺得它從版型到材質到顏色 你都感覺不出來它是一件八百塊的襯衫 它的顏色是特別的 但是它又不難搭 然後如果你配高的鞋子的話 你去酒吧就是也可以弄得到小辣 但是如果你穿這件襯衫配白鞋 你去圖書館也不會有人覺得你奇怪 所以這件我給過 接下來這件呢 我叫它知性小姐姐最愛的奶茶色毛衣 它這件是有混羊毛的 但是材質不會刺 就是我覺得算親膚 然後以和聲的版型來說的話 它這最小號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大 我覺得啦 就是腋下跟胸圍那邊有一點鬆 它其實是奶不夠大 欸這樣不對吧 反正呢 整體來說這件中規中矩 算是那種你默默的擁有一件的話 你就會默默的很常想要穿到的衣服 因為它很百搭 然後換搭這件也是他們家的白褲 顏色很搭 但他們家的褲子我真的每一件一模一樣 我拿最小號但腰圍都還是太大 而且大超多 我覺得如果他們尺寸是合你的話 這件褲子版型跟材質其實一六百多塊 然後還可以再打八五折的價位來說的話 其實是有幾個比幾個再更好的 但因為真的不合我的身心 所以我也沒辦法推爆它 接下來這個大方格外套 我覺得以八百塊來說 它真的已經在標準以上了 當然材質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天啊超讚 就是不會這樣 但你們知道之前我那支虛應的影片 就有人來跟我說什麼材質很差啊什麼的 啊當然本來就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你想花少少的錢你就不要有那種 很大爺的標準好嗎 大家我們明理人就是論事 是這樣講嗎 總之以這個價格來說 我覺得它的CP值是OK的啦 版型我覺得就是中庸普普 不差但也不到超好 可是以八百塊的外套來說 它很保暖 然後顏色很可愛 再來你以為又是一件襯衫嗎 不就是我爸上次沒有帶回台灣的襯衫 讓我借來搭配一下 但我以為其實要超過屁股才對 但我根本就是快走光了 所以我就趕快去裡面再加一件短褲 我超喜歡這個千鳥格的背心 就是好像最近歐美很流行的那種吧 就是裡面要穿那種超oversize的襯衫 然後外面搭這種毛衣背心 然後直接不管你的腿推到底冷不冷 有漂亮就好的概念 裡面真的就是隨便一件男人的襯衫就可以 這套我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如果搭小白鞋的話 其實也會超可愛 背心的材質 我覺得是普普通通欸 但是整體來說 它的那個乳白色配黑色 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我就直接穿上他們這件 超級爆厚的外套 就是典型的鮮奶要保溫 鮑魚要冷藏的概念 欸大家應該懂這個梗吧 不是只有我 我的天哪 開始亂說話了 這個外套的話 我反而覺得跟前面的外套相反 就是版型是ok的 但材質本人 因為它是做那種皮革的感覺 但我覺得皮革如果是很平價 其實很容易滿明顯就被看出來 所以就是大家我覺得 可以斟酌一下再決定要不要買啦 這是就是還是蠻可愛的 只是就是 你不能對它有太高的期望說 喔它是皮的 但是它看起來又會很貴 這樣就是你不能有這個 這個浴箱 再來這個混色毛衣 我覺得超可愛的欸 它616打859的話 我覺得其實算是蠻超值 因為它就很不刺 但耐不耐穿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就是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我搭配比較隨性風的 就是我自己的鐵灰色的一件 我喜歡這個風格 然後感覺是那種 美國Urban Outfitters會搭出來的 就是這個outfit 我覺得這件 就是可以買這個就夠了 我很喜歡 然後它袖子是一個 泡泡的寬袖子 然後 顏色的話還蠻顯白的 高領也不會太高 所以 嗯 棒 接下來這個洋裝請避開 這真的不行 除非你是那種上身非常寬大 然後下身又很瘦的人 不然它 這個版型真的太怪了 它就是 下圍是剛好 可是上圍就好寬 而且我跟妳講 這已經不是奶的大不大的問題了 好嗎 真的不是 這件是不要買啦 真的是蠻浪費它 唉 我不知道 我就說到這了 來來 接下來這件洋裝我給過 它比上一件少了300塊 但版型很可愛 雖然上一件是Premium的材質 的確是比較好啦 但是這件 價格來說 我覺得已經算很讚了耶 感覺徐瑞茲根本就有一串啊 呵呵 下面那個美飄飄的就直接秋起來啊 氣勢拿出來 但是 還是有甜美的感覺 雖然說它的材質 我是覺得 真的很普通啦 我覺得就是 穿個幾次就夠了的那種耶 畢竟這種 看過一次印象就很深刻 比較沒辦法太常穿 但以我第一次穿上去來說 我很喜歡 然後那個袖子也是可愛的 好的 今天的最後一套 是這個居家服 它是一整套的 這個重點就是 舒服就好 啊真的很舒服 我那天錄完影 整個晚上都繼續穿著這個套 今天的二十件試穿 就到這邊 希望對你們接下來 面對一大堆折扣 要購物的時候 買東西有一點方向 畢竟我覺得 平價服是最怕的 真的就是菜雷 但我覺得如果你抓到訣竅 好好的挑 其實是真的可以挖到一些 蠻超值的衣服 然後還有我今天對衣服的評價 就是以這個價格 他們的價格 作為基準來評價 不是跟什麼高單價的品牌 來比較它的材質什麼 那樣根本不公平 所以對 這樣應該有懂吧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因為我超喜歡 可以自己講嗎